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霸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試過差不多一年 才出的第二條 近月最愛 這陣子是我喜歡的東西 跟大家一個分享片 如大家所見我穿著 非常罕有會穿的衣服 這條裙是我喜歡 但不是很敢穿外出的衣服 所以呢 所以我就決定在拍片的時候穿著我喜歡的衣服去拍我喜歡的衣服 那好啦 其實你們已經看到有少少東西在這裡 放在這裡 那我就逐樣逐樣類別去說 那這次呢 先看看貓子 那好啦 這次我們有幾個類別的東西 首先是電腦的東西 食物 女人的東西 一些生活的增添情趣的奢侈品 還有一些衣物飾品之類的東西 那首先就說了電腦東西 電腦東西就是我現在用的這個螢幕 不是這個 在這邊這個 但其實不太拍到 那這個螢幕呢 就是ASUS的PG2400Q來的 那我就會出一條開箱片說它 那所以大家 如果想知道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它的話 都可以去看那條影片 雖然呢 這個螢幕呢 非常之正啦 我覺得 但是這個 就比較貴啦 那不是很建議 沒有什麼經濟能力 又或者 不是專業去打機的人去購買的 然後呢 第二樣東西呢 想說關於電腦東西的 我的最愛呢 就是這隻Mouse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我又拔不到過來的 其實已經拔盡了 這隻Mouse呢 就是Logite的G403啦 那其實呢 我都用過不少的電競Mouse 就是G502啊 903啊 那些 我都用過的 有很多呢 的Mouse呢 Size 都不太適合女生用 我覺得 那呢 G403呢 我就覺得它是 最match女生手型的一隻滑鼠 因為呢 其實旁邊這兩個按鈕 有打開機的人會知道 旁邊這兩個按鈕其實也是頗重要的 就是有時候會設定一些筷子件 那呢 其他的電競滑鼠呢 我是按不到 上下兩個旁邊的按鈕 那只有這個Mouse 我才按不得上下兩個按鈕 那好啦 Next Item 好像很帥的說英文 然後再繼續拿個Mouse出來 那我寫了順序次序 那樣去介紹 那大家可以看得清晰一點 好啦 那下一個類別呢 我就會說食物啦 那呢 第一樣要說的食物呢 好不幸運 我是現在這個studio裡面 是沒有這個食物的 那呢 就是 這個啦 這個是生意煮的杯麵 可能熟悉我的人會知道 我很喜歡吃Carbonnawa 那當初我就看到它Carbonnawa味 所以我就買了一包包的包裝 回去煮來吃 狂加芝士 就是它有一包芝士粉 然後我再加那些 什麼卡夫的芝士粉 倒進去 然後再放幾塊芝士 然後再在超市買那些 一包包的芝士絲 灑進去 結塔塔成鍋 整個芝士麵 很邪惡的 這樣做出來吃 但是之後呢 發現了原來有杯麵板 那杯麵板跟一包包有什麼分別呢 一包包一來你要自己煮 二來呢 杯麵板裡面其實是有少少 煙肉的材料 其實杯麵板的份量呢 應該是少過一坨坨的 但是我還是喜歡吃杯麵多一點 一來因為它方便一點 二來因為它有料 注意一點就是 其實杯麵板的份量真的比較少 男生可能會不夠飽 還有我要推介的味道呢 是黃色和藍色 黃色就是卡邦拉華芝士味 藍色的不知道是什麼 酒什麼蜆肉味 不要忘記它什麼味 藍色的版本呢 只有杯麵板有的 好了 下一樣 下兩樣呢 應該是一起說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呢 都是我在日本買的 誒 說了先 這兩個都是名字的巧克力來的 首先說了這一個先 這一個呢 它是一系列 然後有不同顏色 我看它的包裝這麼漂亮 就被它的包裝吸引了 那呢 我已經吃光了 裡面呢 打開之後它有三包巧克力 一包包 然後呢 一次過吃一包 那它一包裡面 會有格格給你 剝開的 它是有一系列 我買了這個味道 還有另一種抹茶味 這兩種味道是買得最貴的 所以我斷定是最好吃的 那我就買了這兩種味道 那的確沒有令我失望的 對 那它後面呢 就有一個圖表 這個圖表就說了這個巧克力的特性 那這個呢 就是花香 果實 酸味較重的 那另外的日文 不是我看得懂的 那的確你吃下去呢 大家會覺得它有一種有層次的巧克力 很難跟你解釋什麼叫有層次的巧克力 但是就是給我一個特別的感覺 特別的體驗 就是我第一次吃到這樣的巧克力 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雖然不知道香港有味 但我覺得遲早會有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同樣地 都是已經給我吃光了 一件東西很特別的就是 它呢 它的入口 不是 它出口的開口 它是這樣的 一打開 就可以倒出來 那當然我裡面已經裝了其他巧克力了 這一隻呢 我之所以想推薦 是因為呢 它的味道很特別 它剛才有寫著雪蜜 但其實它跟雪蜜又不同 但它跟雪蜜又很像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雪蜜呢 是有些粉在外面 而且比較軟 它這個摸下去 它是硬一點點的巧克力 但是你一放進口 它就開始溶 就是沒有雪蜜那麼容易溶 但是也有一種雪蜜慢慢溶化的感覺 我在日本看到有草莓味和抹茶味 但是我以為草莓味在香港 所以我只買了抹茶味來試 誰知原來不是 原來 它根本整個口感都不同 我後悔沒有買草莓味 真的很想再買 我希望香港會入貨 好了 食物就先說了 然後就到女人的食物 首先要說的是 這部東西 這部東西是Panasonic的 不太知道它是什麼銀河 這個是洗臉機來的 它你們看到的機頭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普通的洗臉機是有些刷毛的 這個就是怕有些人皮膚敏感 就用不到刷毛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這樣的機頭 而且它有不同的機頭可以替換 都不是很專注的 其實它就在這裡後面 加了一些洗臉膜下去之後 按開機 然後它就會轉泡泡出來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它這裡的頭是會加熱的 讓你卸妝 或者弄大毛孔再清潔 我都不是很適用 但我最喜歡這部機的原因 就是它做出來的泡泡很綿密 大部份的洗臉壓都需要洗泡之後 才會更加好的 然後另一種 這個機頭 大家有沒有看到有一個細細的刷頭 我換完機頭之後 我通常會深層清潔完之後 用來洗掉那個面膜 順便幫忙清潔一下 用這個機頭 但只是為了這兩樣功能去買這部機 我覺得有點不值 好了 到下一件事 剛剛也說了可以洗臉 現在就說了護膚品 其實有幾件事 我可以一次全都給大家看 然後逐樣逐樣說 這幾件事 其實一開始就是 一間IG購物 都不算是IG購物 它其實是有門市的 它寄給我的試用 但是我也是想說一下它們 因為真的很好用 聽完有興趣想知道 它們更多的產品的話 可以上它的IG 它說得一定會詳細過我的 首先說一下它們是什麼 這一盒東西 是一盒麥士 很漂亮 我想說它的盒子 又是太光了 看不到 那它一盒裡面有十塊 我用了不是很多 我用了四塊 裡面就是Gel Mask 我先抄回它的名字 大家不要介意我拿著手機去讀 因為它的名字很長 我怕讀錯 這個是ASKIN的全能抗炎玫瑰面膜 它主要是給你深層清潔 或者是針清完 做完Facial 臉有點傷口的時候去用 它用完之後 它退紅非常之厲害 真的 有幾次我也是用過 深層清潔的面膜 又或者臉上有些痘痘的 傷口的時候去用 敷完面膜之後 真的感覺到它退紅了 還有 不知道為什麼 那種感覺很舒服 我不是很懂得形容 無論你濕疹還是敏感 都可以用的 而且它的面膜裡面 是有真正正的玫瑰 詳細的介紹 你們可以去他們的instagram 再看他的post介紹 另外那兩樣 這兩樣是我想一起說的 首先這個是同樣的品牌 ASKIN的美分之透明質酸 這個是ASKIN的B3的嬰兒精華 加強版 這兩個我會一起用 用完這一個再用這一個 因為它是微分子 所以它吸收得很快 然後這個 怎麼說呢 這個是之前的版本 這個是升級的版本 這兩個版本 最大的分別 就是這個會稀少少 這個會稀少少 還有會多少少B3和B5的精華 那這兩樣為什麼一起說呢 因為其實我很久之前 在instagram有抱怨過 我皮膚乾到 給個阿叔說 給個阿叔說 完全不明白 女人皮膚的阿叔說 那些皮怎麼會這麼乾 脫皮那些 給他講完之後 我就很重視保濕這件事 我皮膚是乾燥到 夏天化妝都會脫皮的 那用完這個之後 我冬天化妝的脫皮情況 都沒有什麼 至於詳細的介紹 依然都是去他們的instagram看 那是一樣 大家都知道 小白還去青春期啦 嗯 所以呢 都經常性會生痘痘的 其實現在這裡也有一顆的 紅紅的 那這一隻呢 是暗瘡膏來的 那它的暗瘡膏好可愛 咦? 它的暗瘡膏呢 是好像針頭一樣 那上面呢 你拎一拎它解鎖之後 就可以泵出來 我不想浪費 它塗上去的時候 如果你有傷口的話 是會有一點點刺痛的 但其實它退得很快 就是你一顆痘痘很快會脫 它的成份是超強的 是比什麼茶樹油的朋友 除了退暗瘡退得快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評價 依然都是詳細的 去他們IG看 看他們IG介紹 一定會詳盡過我這些非專業人士 好啦 然後到下一樣 這個是之前去日本買的唇膏來的 我呢 好喜歡那些偏橙色的唇膏 我就買了不同的偏橙色的唇膏 而這支唇膏是我最喜歡的 但它是很便宜的 一百元 還是七十幾元的 這支唇膏超便宜 應該是日本的開價品牌 叫做OPRA 應該是 香港現在可以買的 塗給大家看 不過其實它的顏色呢 不是說超級顯色 但是它就很水潤 而且持久 我覺得 我剛剛不是沒什麼顏色的 但我那時候已經塗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是不停地說話 然後又喝東西 都是 不是說脫得很厲害 起碼還有顏色 你的嘴巴 最重要的是它真的很水潤 超潤 潤得像潤唇膏 我自己覺得顏色很漂亮 嗯 好了 女人東西就說到這裡 下一件 下一件要說的類別呢 就是 生活的小品 增添情趣的奢侈品 為什麼我會說奢侈品呢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沒有了 你的生活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首先說一說 其實這件事也不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我自己覺得有用 首先說一說 就是這個 月曆仔 哎呀 之前呢 我去Pinkai的視集那條影片 有說過 我買了這個月曆的 我覺得這個月曆超級無敵 超級無敵的 很治愈的 那些畫風 我以前覺得月曆是沒有用的 直到呢 我放了它在我桌子的旁邊 自從你不是上學之後 你就會常常都忘記了 星期幾 然後你就可以一看電腦幾號 再看我的月曆 今天禮拜幾 那就方便你節省一些日子 那個就是2017年的 2018年 哎呀 我買了一個這樣的 超可愛的 我覺得也是 然後它後面有一些 面帽子 算是 前面就逐張逐張換 它每個月份 其實現在已經3月了 我還放了2月 而且它這個可以夾一些東西 譬如你寫完那些面帽 你可以夾在這裡提醒自己 放在這裡 不過我還沒用得像 啊 這個好像是lock on買的 應該是 不太記得 還是成品之類 這個就是之前去Pinkai市集買的 我超想它多出一次 2018年 我覺得它真的畫得很漂亮 好了 之後就是這些香薰蠟燭 就是你燒完之後 你房間就會充滿香味 我就覺得 會心情好一點 所以就說這些奢侈品 心情好一點 就是 說一說這個 特別 這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又是太光了 這個我是在澳洲買的 在Sydney那時候 超級市場 買的 而哪間超市 我都不記得了 我只是覺得 這個顏色超美 那個蓋子 就是設計很美 然後聞到我多香 誰知道我是超級無力 喜歡這個香薰蠟燭 它現在已經被我燒了 只剩很少 它是燒到我普通火機 點不上 我要去買一些火 長的火機 才可以繼續點下去 而且它也挺耐燒的 都燒了很久 真的 然後這個 就是在澳洲的Cottonon買的 味道還可以 便宜一點 而且不是很耐燒的 這個就 但是也挺香 總之就是有得燒 我就很開心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 香薰蠟燭 是HANA的品牌 但是 那個燒到 沒有了那個 那個蠟燭 搞得我沒得用下去了 超不開心 因為那個很貴 這個大概100多元 這個大概30元 5元澳 除了香薰蠟燭 我還喜歡香薰 這個也是在澳洲買的 不知道是什麼品牌 街邊有一間花圃 然後看到它有買蠟燭 就順便去聞一下 然後覺得很香 然後就買了 超香的 其實我後面還有一個 還沒開的香薰 這個是浦荆味道 浦荆就是澳門的一間 浦荆那間酒店裡面 用的味道 那個香薰呢 就110元3支香薰 每一支香薰可以用一個月左右 那它還有不同味道 不過它送了一個浦荆味給我 那我遲些想去那間店 買賣銀河味 我很喜歡銀河味 那間店叫什麼名字呢 都看一下 叫做美麗之圓 那我還沒確實地 自己親自去買過 然後下一樣呢 就是我在日本買的兩隻柴柴公仔 這隻柴柴呢 大家可能不會太陌生了 因為到處都看到它的蹤影 就是夾公仔機呢 一定會有這隻柴柴出現 我想說呢 這隻柴柴除了它的樣子很可愛之外 它超級無敵 超好懶 你看看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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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欸咦 但是呢 它的尾部 jetzt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它已經爛了 而且它是菊花的 超級笑 超好懶 這個大概二百多元左右 在日本賣 現在是香港很多個都賣到的 這個也是 這隻應該更早就出現在香港了 大家如果有看我上一條一至四月最愛的影片 就會知道我有介紹這個系列的 那隻白色紅 但那隻白色紅後來發現睡覺的時候 是不太抱得到的 因為它太大了 我不能抱著它轉左邊又轉右邊 因為我通常都是這樣睡 總之就是左右抱著它們睡 而且我一定要抱著公仔才睡得著 那隻就因為真的太大了 一來是牆位 二來是不能抱著 它不太方便 所以它現在已經被我拋棄了 被我用來佔著看東西就算了 所以我的新款就是 就是一個小小小的公仔 就是同一個系列小小小的公仔 好濫 那生活的奢侈品就說到這裡 然後就說一些 算是衣物飾物的東西 其實都不算是衣物飾品 首先就是 我手上給這條手鏈 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這條手鏈在冰蓋裡 它就是一些 一些仿星球的感覺 很特別 就是你普通在街上 應該不會看到類似的款式 原本還有一顆 吊著的 但是那顆 掉了在屎坑 真的掉了在屎坑 唉 我沒有收拾它上來 下一件事就是 這條頸巾 我記得我去年的 一至四月最外 好像也有說過一條頸巾 那一條是吃吃卡卡買的 這一條是在日本買的 超級無敵漂亮 它的顏色是 這種顏色 扣在一起 超級漂亮 我覺得真的 這條頸巾我拒絕了很久 而且它可以給100多元 還是200多元 很便宜 我覺得 它的質料也好 在香港要找到漂亮的款 然後質料也好 日本貨其實是300至500 所以我覺得這條頸巾真的很便宜 其實原本我和朋友都很喜歡這條 我們打算買兩條 誰知它只剩一條 我最後一條 超級不開心 不過最終我朋友讓了給我 這條頸巾 真的很漂亮 神經病 在我上一條的 一至四月最愛裡面 我有說過這個袋 如果你們記得的話 不記得的話 可以去上一次看看 我怎樣說這個袋 這個袋很遺憾 這個位置爛了 它掉了個扣子出來 我特意保持起扣子 啊 它已經爛了超過半年 我保持起扣子 跟大家在這條影片說 我特意去找多個 差不多旅行的袋子 這個袋我稱之為解波袋 是我旅行必用的袋 我把所有重要的東西 錢啊 電話都塞進去 這個袋就是我上次去日本 大阪的時候買的 但這個袋 它這裡已經有點規規 又是這塊的規規 它呢 直接沒有了金色的框 就是它現在只有一顆扣子 它拔出來 看到嗎 所以我現在盡量少用前面這個位置 然後它拉開了之後 其實裡面放了東西 這裡有很多格放卡 然後這裡可以放寬一點的東西 Passport啊 可以放電話的 其實也 然後這裡有個散枝格 有個拉鍊的 那我會放些什麼 我戴桿的 會放一些即棋的眼藥水 單啊 放一些紙幣啊 就是可能 港幣放這一架 Yen就放這一架 然後這個袋呢 它是厚很多的 其實比起這個袋 它裝到的東西當然多一點 而且也實在一點 掛完之後呢 我會在旁邊夾個 Y鏡 放手機的 然後在這裡呢 就會放個酒精初手 因為我潔癖的嘛 所有重要的東西都放在這裡 如果我不想背背囊出街的話 就這樣帶這個袋出去 這個袋就代替了我的銀包 當然是旅行的時候 我回香港多數都會背背囊 講起背囊 大家知道 我在上次的影片 有說到我很喜歡DONUT的袋 對上一個袋 已經被我用到極度殘舊 這個顏色呢 是一開始它出的時候 我超級無敵 超開心 大概是去年9月還是10月的時候出的 但是那時候的小袋 是沒有這個配色的 直到它的小袋出了這個配色 我馬上打算買 但是呢 有一件事很失望的就是 它新袋的質料 無論是拉鍊 還是摸上那個皮 就是扣的位置 全部都充滿了 每一次拉都會覺得 為什麼會變差了 超不開心 所以這件事令我都很失望 因為它的袋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這個小袋要380元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找一次拍一條影片 是 What is in my bag 但首先你們有興趣先看 你們可以留言跟我說 會不會想看我的 What is in my bag 那好吧 那今次這條分享影片呢 就來到這裏了 唉 我拍了很久 應該也有拍我剪 希望你們喜歡看這一類的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呢 雖然有贊助的產品 但是全部都是我真心推薦的 如果你們喜歡看這一類的影片 記得要在影片按一個Like 告訴我 你喜歡看 那我可能會拍得比較密一點 而不是一年只拍那一條 好啦 多謝你們收看到這裏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如果未訂閱我 又想看更加多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 還有按訂閱鍵旁邊的那個鈴鈴 那我出片的時候 或者直播的時候 都會通知大家 還有如果有興趣知道更加多關於我 或者我的日常的話 你們可以Like我的Instagram 不是 Like我的Facebook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對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各位小笨蛋們 看到這裡還沒走的 你 你們有福啦 這次其實我和Princess House 有一個合作的 這條影片將會Give away 我所說過的四樣產品 記得留意怎樣參加啦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到訪題 我們下條 Etی 衡面 煙 有一乺